捷運站外私人土地 整地挖出女桶屍 浸泡鹽酸 屍體腐爛 两根手指呈关键 地主媳妇离其失踪 丈夫亲友却淡定 六年悬案重启调查 荒唐冬机警方傻眼 到底怎么回事 来看这起 复习近鹽酸 桥头女裸尸案 桥头堂场捷運站前的空地 大批监视人员在封锁线内 马上就将现场机阵搜集起来 一带一带政务带轮番被拎了出来 跟可能是埋尸凶器的锄头 一起送上车 准备带回中心要找寻蛛丝马鸡 因为这处空地 在亲米廉价第一天 被挖出塑胶桶藏尸 辞者大约165公分 经过清查发现 是一名60多岁的失踪人口 身边没有证件 遗体除了沾满泥水之外 也已经开始腐烂 加上发出臭味 所所长萎缩 研判死亡时间超过两星期 根据了解这一名富人的家庭经济状况 还不错 生活单纯 但是家人当中呢 都会有一些争执 或者是夫妻吵架 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呢 富人是疑似跟丈夫吵架之后 离家出走 那么在12月13号的时候呢 丈夫才报警来通报失踪 那你失踪6年都没找 5年没 5年吗 差不多6年吗 我没找找 那你 他想到什么离家出事了 你家出事了 有什么 你有什么 跟我们说完了 说完了安装 说什么 我就没虐了 这说什么我不知道 我叫他 听着 这在招牙 死的 好 OK 一男一女被上铐 带出警局 他们六年前犯下杀人命案 现在终于被神之以法 同事命案的死的当时 就是在这栋偷天桌的一楼经营投币市KTV 因为基欠5千块钱的债务 被债主 殴打托伤二楼杀害 这个部分 他们可能认为说 就是要把它放在桶子里面 然后倒进那个盐酸 职责他身上的重要部位 并没有明显立即足以致死的致命伤 被告恶人确实 他是有做人工呼吸 进入法院后 法官以两人共犯私刑拘禁 共同杀人 以及遗弃尸体等罪 吴俊宗判刑19年7个月 熊丽琪则判刑17年8个月徒刑 真意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老日的第一本新书 谁养出的魔鬼 正式出版了哦 实现台湾真实犯罪 平常小人物如何骤然黑化 带你一探杀人事件幕后故事 现在各大通路及快点购网站 赶紧手刀下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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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